他说现在既然你错了 你要拿出对我这个啥 对我的弥补 你的过错是怎么补偿我 我说那你自己说 那说那你别的没办法 要去都是二十万本 我说那这个东西我现在没有 但是我给你打签条 包括那个律师 他说当时他就给律师打电话了 打电话之后 我说夫妻之间是没有签条的 那我说那我们就到律师事务所去 那天晚上所有的电影 去给他打下签条的 所以第二天他又不去 实际上呢 他真正的诉求并不是钱 他是希望你有一个悔过的态度 以及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表示 你对他以及对这个家的歉意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钱 家庭的温暖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那现在是问题 我现在是说啥话 他都不相信呀 所以我说要到复合天使来 证明我是爱他 如果他真正目的是钱 那他可能会直接速度把这个途径去解决 而不是做到复合天使的这个现场 所以我希望的是 您不要觉得如果您可以给钱 或者是说您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 您就可以不正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 毛先生的逻辑 在我看来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有外遇的逻辑 家里没温暖 妻子忽略我 对我说话不尊重 实际上把婚姻的疲惫都归属于妻子的责任 那么怎么办呢 我要找一个对我知还温暖的人 尊重我的人 所以在外面找了一个他认为的一个陌生人来倾诉 那么陌生人对你肯定是完全尊重的 两方的新鲜感加在一起 那么一派即合 这是外遇的逻辑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爱的逻辑 搞毛先生的话说呢 我爱我的妻子 那么你爱的你怎么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愿意偷偷摸摸去找别的女人呢 这是爱吗 爱是不需要责任的吗 爱就是带来伤害的吗 这是爱的逻辑 爱了之后我给他道歉了 我做错了事我道歉了 那么好吧 道歉你不接受 然后我用钱来补偿你 你接受你说的条件我都答应 我用钱补偿你 我做错了 我道歉了 我补偿了 是不是你就该原谅我 这都是毛先生所谓的男人有外遇之后的逻辑 你一遭地道歉 他就能抹杀了吗 七八年的感情 一次外遇就能毁灭 那么这么深的一个伤害 你用几身道歉 二十万就能补偿了吗 反过来 你想一想 你妻子要做这样的事 你自己 你能说 他说老公我错了 老公我给你二十万 你能原谅他吗 你能吗 那你想一想换个位置 他能原谅你吗 这种信任感没建立起来 他跟踪你 他不相信你 你说的话 他认为是撒谎 我们都能理解 所以这件事更需要的是你的耐心 是你的毅力 作为一个丈夫 嘴上说深深爱受自己的妻子 而背后呢 却和其他的女人睡在一张场上 你说你这种爱 我们能信任吗 背叛妻子并不是我们每个男人的血口 等到你背叛妻子以后是没有理由的 这一点你欠你妻子一声真诚的道歉 这一声对不起 我希望今天不管你们离不离婚 我们调解不调解了成功 你都应该向自己的妻子表达 这是必须的 但还有一点请观众注意 毛先生上我们富二天使的现场以后 我发现他的眼神不对 你一般情况说 你不想和妻子离婚 你会歉意地看着自己的妻子 甚至脸上带着一种愧疑 但是我今天感觉 你好像对你的妻子有一种恐惧 你连头都不敢抬 眼神都不敢向你妻子飘一眼 我想问的是 你在家里平时没有发生 这个背叛事件之前 你真的怕不怕你妻子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挺怕的 在她面前啥都做不对 你记不记得你妻子曾经 在那个事发现场问你 我哪点没她好对吗 对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也没说什么 你说的是你要是好的话 我会在外面找女人吗 对这句话我说过 所以你的妻子 她后来一直都希望在你那儿 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就是我没有那么糟糕 她其实如果是 如果是她真的是觉得你是垃圾 她不想再争取你的话 她直接就会说 我这样的这么好的妻子 你不珍惜我 那我不要你算了 但是她还在渴望 渴望你给她一些认同 这一点你看到了吗 这我看到了 她一直在你的周围 她一直那样追问你 她都在渴望 你来告诉她 你还是爱她的 她在要这样一个答案 如果是她真的就是不在乎你的话 她直接就走开了 不会那样去做的 不会在你面前那么的没有尊严的 但是这一点你又自下矛盾了 一方面说你的妻子不好 一方面说深深爱着她 而且来到了复合天使 你一上场的神情 可能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都看到了 你的目光是游离的 而且还略带一丝羞怯 让我感觉到 你可能是那种 心理年龄和你的生理年龄 不相匹配的那么一种男人 你们夫妻组合的方式是姐弟恋的方式 是吧 你长小毛几岁 是 长四岁 那么你在小毛心目中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客观的评估 是一个近乎母亲的角色 还是一个姐姐 也不是 还是一个同辈的朋友 也不是 还是相依相伴的夫妻 相依相伴的夫妻 从开始我们确实挺相爱 毛农女士说 她是我骂她了 那么你没问一下 在我骂她的过程中 她一个星期没有回家 早上七点钟回家 到晚上七点钟下去打牌 连着一个星期 在这个时候 我儿子 我女儿 我们都在楼底下打掉瓶 小毛 在你们共同生活当中 没有得到更多的成长 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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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